大家好 我是潘宗贤 这是这次音乐会担任长笛的部分 我是潘老师的钢琴合作 刘士宇 我认识刘士宇老师是因为 我有一次学生他找伴奏 找到刘老师 那时候我不认识他 好像他刚从德国发展了多久 刘老师就进来弹的时候 我其实吓了一跳 因为我很少听到伴奏弹 就是一般的学生伴奏可以弹到这么好 就是真的是还尽全力在弹的伴奏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好神奇啊 留了一个方式 然后想说学生需要可以找他 但是后来就觉得不行 我自己也要用他 我自己也需要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很喜欢他跟人家合作的方式 什么意思的话 是我是希望我自己在演出的时候 可以让大家听到音乐的同时 好像脑海里面浮现一幅画 这样子 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我的老师 在美国的老师那边看到的 因为当他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他示范一个小小的句子 他说这是一个小女孩在睡觉前 跪在床前祈祷的样子 然后他就这样讲 可是他在吹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句子 但他吹的时候 我的确看到那个画面 所以我其实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记忆 然后一直在想说我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当然这次音乐会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有可能也让观众也看到他 然后他里面自己有画 那请尤士宇老师来介绍这次的曲目好了 这次曲目 有一首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John Walter的古风族曲 对他有六首曲子 然后快慢交替非常好听 再来那个下半场一个重点是 法兰克的小笔作名曲 然后改变给唱片跟感情 这个曲子非常的困难 那他是这个法兰克他在六十几岁的时候 写给他的老朋友伊莎尹 小笔情加伊莎尹 作为这个结婚的礼物 所以是一首充满爱的作品 然后还有两首曲子 其中一首就是包括 邪山干世所写的那个组曲 三部曲 那最后一首是 柴克夫斯基的一个歌剧 《伦斯基的永叹调》 那这个曲子其实很久很久以前 就已经听到我 那时候我非常喜欢 因为他其实既然是从歌剧出来 他的歌唱性质非常的高 编曲的部分 也把它就是除了唱歌的部分 其实他也加了七月非常华丽的部分 那因为他的旋律非常优美 所以这次我会把它放到曲幕 这次的音乐会 虽然他叫做独奏会 但我自己其实是认为 他不是独奏的音乐会 他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二重奏的音乐会 那因为所有的音乐方面的完成都必须有两个人 而且钢琴的部分并不是只是很单纯的 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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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就是这样子节奏的部分 他其实占了很重的比例 那尤其是最后一首的法案课的《奏鸣曲》 基本上他应该是 就是钢琴奏鸣曲加一点长提 就这样子 没有应该是讲说 他其实是真的是靠两个人一起合作 才有办法让大家听到一个完整的片段 那通常我们都会把 看起来是独奏乐器放在前面 但这首曲子我觉得很特别 其实那如果大家来听的话 会发现其实钢琴所占的比例比长提多很多 那所有音乐上的气氛音乐上的结果 其实也是靠钢琴来做 所以我会很诚挚的邀请大家 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来听一听我们怎么样诠释 这样子大家可能印象中 觉得应该是以长提为主 或者是乐器小提琴为主的一首《奏鸣曲》 请大家以一种室内乐的形态来听这首曲子 真的欢迎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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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